在美国的餐厅当服务员 一天能赚多少钱 假假的 Vlog 第70世纪 呀 大家好是假假 据说 美国的服务员 收入不低啊 我来到了位移洛杉矶的一家烤串店 哎呀 又见见了吗 上回那饺子行不行 卖的 挺好 相当不错 我今天上家帮一家服务员 坐了 我就把头串一抬 别告诉他们我是谁 我看一天能挣多少小费 这个大 放这边就得找你家 带着隐蔽的摄像头 老板帮我介绍给他同事们 想要偷地吗 你一共有四位服务员 我叫忙 都叫服务员 文文 你们店这服务员都是美女 开心吗 开心 吃完员共餐接待了我的第一桌客人 干什么 很可爱 呀 这个真的真的真的好 哎呦 312点 咱们你说的不是还比较 对 刚才说 小费给了15% 收入两块八毛四 咱这个小费是不是还得跟老板比 对 所以这一单我等于上了一块四毛二 我们几个人分 还得咱四个分 第一单收入三毛五美金 美国的服务员啊 基本公司非常低 收入来源主要是靠客人给的小费 规矩呢是如果服务的满意 客人就给用餐总价的15%当小费 如果服务非常差啊 理论上是可以不给小费的 如果服务超级满意 没有上限 重请啊 有人给过服务员一万美金的小费 那是你的钱 这块在呢 我们有平常的炒烤鱼 我们可以折腿上的炒饱 他要了一个炒饭 姐妹们 多证小费的诀窃是啥 小小天啊 给他很高兴的呗 那我擅长啊 台湾 好就从这桌客人身上来实践一下 拍马屁服务法 这个女孩啊 请点酒 但是啊 在美国规定 必须年满21收岁才可以喝酒 如果卖家认为顾客看起来比较年轻 就必须要求他出示身份证 Let me see your ID 我这就是电线夸他年轻呗 注意他表情啊 看看他的小开启 想教习 再追加一句 It looks like 18 说虎语哦 那是开玩笑 说白了就是表现的友善 眼泪有活的去服务 这就是赚小费的真谛 经过这份努力啊 看看我这时候能赚多少小费 我也想想的买单 只有在我老家沈阳才能发生 你看这给他抢到幸运 老爸也抢啊 小费收入15美金 这路子已经汤熟了哦 下面呢就是不断的 点单打单上餐买单了 无限的重途 这边是什么这边是你啊 发现啊 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今天啊正好就周末 好像全洛杉矶的留学生都来了 从8点开始 一分钟的休息时间都没有了 好像织毛衣啊 实在忙不过来 穿串的活咱也得往上上 嗯 找地 我老师 凌晨1.20亿 客人也走得差不多 终于有空坐下休息一会 最多一晚上 挣了多少钱 以前我说过200多 小费就200多 多少多 哇 现在两个副学 服务员越少 小费分析越多 开始打扫卫生 时间点走呗 其实啊不只是服务员 各行各业都很辛苦 小费想向每一位努力拼搏的朋友道一声 真小费了啊 所有的钱都装在这个盒子里 这盒子是只进不出的 这个是我们今天所有的小费 小费不错啊 啊 哎呀 这是我今天挣的呗 哈哈哈 才了 就我感觉我是这有点瘦子有亏啊 两点十八了 怎么样 累不累 这双腿都站不住 很累 这是我第一次拿着 今天我那份小费 我不能要 所以到时候就 大家一起买了就好 你跟老板讲 哈哈哈 你这才19岁是 已经吃了手带剩钱了 我16岁就开始打工了 就不想花父母的钱嘛 因为他们在这边一不容易 感谢你今天教我 哈哈哈 没关系 向西姨给这脸拍的有点黄了 哈哈哈 可是等过我 你不太黄了 谢谢你们来成都看我 我戴着头套 在现场呢 都没能看到你们的脸 但是呢 后来通过这些视频 我都看见你们了 原来啊 你们都这么好看 第一次啊 体验到被保安围着走路的感觉 感觉啊 自己是不是犯事了 哈哈哈 心里啊 满满都是感动 生怕啊 自己配不上你们的喜欢 下半年啊 小叫一定会成为更好的自己 拍出更多更好的视频给你们 谢谢大家 有你们 我不孤单了 记得 记得 hit dit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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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